科考队来到地外行星,在那里发现了远超人类科技的地外文明,还和外星人创造的脑波武器展开了战斗。 今天星星给大家带来考古像科幻片《禁忌星球》。 故事发生在21世纪末期,人类已经进入星际殖民时代,联合星球号被派往二提尔行星去寻找20年前在此失联的蝴蝶号。 飞船刚进入艾提尔大气层就收到地面发来的信号,来信者是蝴蝶号指挥官摩比斯博士。 船长亚当听到有人活着十分开心,然而博士却让他们赶紧离开,还说未知危险正在靠近。 博士的态度让船长更生疑心,很快联合星球号就降落到了艾提尔,博士派出机器人罗比接待了飞船,还带着船长三人来到博士住所。 罗比是一个杰出的机器人,他懂得187种人类语言,还能洗衣做饭,堪称屈佳能手。 除此之外,罗比还内置安全系统,这个安全系统就是阿希莫副机器人定律第一条,机器人不许攻击人类。 之后博士给三人讲述了蝴蝶号的遭遇,原来当年蝴蝶号来到艾提尔时,发现这里存在一股未知的黑暗力量。 船员们都被黑暗力量吓到,打算返航,只有博士和妻子留了下来。 而就在蝴蝶号启动的时候却发生了大爆炸,全部船员都在事故中牺牲。 船长询问博士之后是否有遇到过黑暗力量? 博士回答说,只在睡梦中见过。 这里要画下重点,黑暗力量是一种只在睡梦中出现的力量。 众人正聊着的时候博士的女儿小美来到客厅。 小美从小在艾提尔长大,她和那里的动物就像好朋友一样亲密,即使老虎也不会伤害她。 看来老虎也是一种颜值动物。 亚当打算先和地球基地取得联络,然后再展开后续行动。 通讯仪器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建造,博士派出罗比协助建设工程, 从未见过其他人类的小美也跑过来凑热闹,却被飞船大副忽悠, 说接吻有注意健康,一次不够还雷袭来了好几次。 不晓被路过的船长撞见,船长赶走了大副,还说小美衣冠不整, 要不是她及时出现,恐怕小美已经惨遭毒手。 晚上,飞船上溜进来神秘怪物,还破坏了用来通讯的设备, 船长对此大惑不息,再次造访了博士。 罗比告诉船长,博士正在闭关,不便见人,船长只好在外头等着, 这时屋外传了水声,原来是小美正在游泳。 小美发现船长到来穿上新做好的长裙,出现在船长眼前。 一对家人男有情,妾有义,很快就吻在一起。 这时之前的老虎却朝着两人扑了过来,船长拔枪送老虎领了盒饭。 小美看着眼前的荧幕十分不解,不知道为什么老虎会攻击自己。 感觉情况有意的船长带着手下闯进了博士办公室, 发现博士似乎是在研究某种外星文字。 这时博士从密室里冒了出来,船长怀疑博士和昨晚的袭击有关, 博士却说这是奎尔族做的。 奎尔族是艾提尔星球上的远古种族, 他们的科技比人类发达数百万年, 但是由于发展过速, 二十万年前奎尔族遭遇到了某种毁灭危机, 一夜之间整个族群遭遇了灭顶之灾。 奎尔族的文明也净数消失, 只有眼前的这间密室保留了下来。 之后博士又带着船长参观了奎尔人的遗迹, 奎尔人所有的知识都储存在一台电脑上面, 博士花费二十年时间才掌握了一点点皮毛, 正是靠着奎尔人的知识, 博士才造出罗比。 不过对奎尔人来说, 罗比这样的机器人只是一个智障而已。 说了机器人技术, 奎尔人还拥有先进的脑机接口, 脑机接口能将人脑中的意识变成立体投影, 还能通过脑力锻炼提升精神力, 不过由于消耗脑力过于巨大, 脑机接口也可能会对大脑造成损伤。 参观完毕之后, 博士又带着两人来到了奎尔族建造的机器城, 那里的机器都在自动运作, 即使过去了二十万年, 依然运转如初。 奎尔人的黑科技让船长十分震惊, 他打算将这里的情况报告地球总部, 然而博士却说, 以人类目前的发展水平, 这些黑科技只会让人类自我毁灭。 正当两人争论之时, 飞船那边却传来消息, 他们遭遇了未知攻击, 船长赶回飞船, 发现袭击来自某种未知的生物。 晚上, 船长指挥众人搭建起电力防护网, 正是怪物再次袭来, 隐形的红色怪兽无法突破电力网, 只好送几个靠近的船员领了盒饭, 之后便撤离了飞船。 此时镜头一转, 博士从睡眸中醒来, 这里其实也给影片结尾埋埋下了伏笔, 我们后面再说。 船长发现红色怪兽已经超出了科学认知, 他认为这一切和奎尔人的黑科技有关, 于是又带着手下再次造访了博士。 博士不在屋内, 小美接待了两人, 船长决定带着小美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, 小美却说他不能抛下博士。 就在两人争论的时候, 手下却被罗比爆了出来, 原来他自己跑去实验了脑机接口, 还在实验中损伤了大脑, 不过他却在实验中发现了脑机接口的秘密, 原来随着精神力的开发, 潜意识里的阴暗面也会被释放出来, 成为一种意识体。 洗击飞船的红色怪兽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实体。 手下隔壁之后, 博士终于冒了出来, 这时船长也戳穿了博士的秘密, 红色怪兽并不是奎尔人留下的, 而是从博士的潜意识里放出来的。 博士通过脑机接口加强了自己的精神力, 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中, 他潜意识里的怪兽也被释放了出来。 就在船长说出秘密的时候, 博士的潜意识怪兽却朝这里袭来, 一行三人来到奎尔人的密室避难, 然而依然挡不住怪兽, 这时船长才彻底意识到, 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博士, 博士不想蝴蝶号带回奎尔人的信息, 于是操控潜意识怪兽炸毁了飞船, 这次他同样不想联合星球号带回奎尔人的信息, 所以才数次阻拦飞船登陆和通信, 而之所以老虎会攻击小美, 也是博士的潜意识作罪, 他不想女儿离开自己, 于是潜意识才会不受控制想要攻击小美, 尽管知道了真相, 但是博士却无法控制潜意识怪兽, 最后他只好以自毁大脑的方式消灭了怪兽, 影片最后博士让船长启动了密室的自毁装置, 船长带着小美离开了艾提尔, 奎尔人的黑科技和艾提尔一起湮灭在宇宙之中, 这部科幻片上映于1956年, 影片中的AI机器人和脑机接口, 在当时可以说是十分杰出的创意, 不过影片的核心创意仍然是潜意识怪兽这一设定, 当时正是精神分析理论在西方流行之时, 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理论无疑对影片产生了巨大影响, 影片中的潜意识怪物其实是人们对未知的一种恐惧, 不过现在潜意识理论更多的已经变成了实验室里的神经科学, 要是现在重拍影片的话, 估计编剧会把小美设计成一个AI, 潜意识怪兽应该会变成一种梦境怪兽, 通过影响大脑来发挥作用。 好啦,今天节目就到这里, 这里是科幻战舰, 要是喜欢新兴的解说就点赞关注一下吧。